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我是老雷 唉,我新买的那个相机 那个摄像机好像坏了 准备退货,找个新的 现在用iPhone 还是比较靠谱一点 这些还是那些树 我说的那些长得比较奇怪的树 它们不会长直,不会往上面长 就是好像也会 但是,它们比较喜欢这样 横着长 有的时候会到地上继续长 我觉得挺可爱的 这是比较诡异一点 问题是这个地方不够冷 如果说再散四度 会会好一点 要是这样全身的 太酷了 太酷了这些树 太喜欢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它的视觉 嘿嘿嘿 看不成 你不打招呼吗?什么人啊? 我们这个是乡下 一般的话 还是打招呼的 就是看什么地方 这栋场所 如果 碰到人的话呢 就算不认识 还是要说个你好 但是也不会聊天 就说一个 哈喽 然后就完了 不是说很热情 德文不热情 这是一种礼貌 我认可你的存在 我看到你了 我说你好 太酷了这个地方 太酷了这个地方 如果说 想一想 如果说 整个一大片 一大片 都是这个样子 你不太酷了吗? 看他们好像这个地方在种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种树 但是那边有房子 就不浪漫了 然后有可能 好像我跟我爹说的 我爹说这种树 长得很慢 可能有个几十年 甚至五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我不是上次也说了吗? 如果种一大片的话呢 会太酷了 会是个旅游景点 我觉得 哎,这个泥巴 不行 走 好 这边还有一些 视频不稳定 不好意思 我用了 我拿着iPhone在这儿跑 这是给你们看一下 一般不要用这种绳子 知道吧 如果说买新狗的话 如果是小狗的话 就是几个月的那种 你不要用这种绳子 要么用短的那种绳子 要么不用绳子 但是我们这家狗 它以前是浏览 浏览狗 西班牙的 我妹妹去那边 把它 找回来 养它 它特别怕人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某一个什么声音 或者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会把它吓到 所以说它会跑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绳子 我不能让它自由跑 我不能不用绳子 但是一般的话 狗 你用那种短的 或者让它自由跑 比较好 因为这种绳子会很 它不好理解距离 知道吗 就是这个绳子一直变嘛 所以它是不好明白 哪一种距离好 哪一种距离不好 所以一般不要用这种绳子 嘿嘿嘿 今天我可能不会走到心里面去 我觉得 我在家绣片呢 就一直用after effects 我不是特别会 哈 又尿了 你看 都这么尿啊 说 到此已有 是吧 我来过 我在这儿尿过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北京 好像开始闹了 是吧 我不知道的是 我那个时候 我看新闻说 北京某一个什么区 一些北京人 在那上街 为了抗议那些所谓的 地段人口被赶出去 让我拿一下 说个 给你打个招呼 咦 这个要怎么搞 哈喽 嘿嘿嘿 然后但是一个问题是 我不确定那些人 他们真的是北京人吗 我不是说好像他们 好像本来家族不是北京的或者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北京户口吗 还是他们没有 还是他们自己 也属于那种 所谓的地段人口 如果是北京人的话 如果是中山阶级的话呢 那我会觉得很棒 我会觉得很有希望 但是如果 这是那些 所谓的地段人口 为自己在那奋斗的话呢 我会觉得跟我平时看到的样子 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人 那个天南门那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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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了吧 哎呀 这个也是这种绳子的缺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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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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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南门不是有那个标语吗 说什么世界人民团结万岁或者什么 反正团结一句话 也是共产党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 对吧 团结 但是问题是 中国共产党成功了 让中国人不团结了 再一步团结 每一个民族为自己奋斗 男的为自己奋斗 女的为自己奋斗 异性恋 同性恋 都为自己奋斗 残景人为自己奋斗 室内人 城市人 为自己奋斗 农村人 为自己奋斗 各种阶级 阶层 所谓阶层 有钱人为自己奋斗 马云一个人 为自己奋斗 也够可怜 那些穷人更可怜 为自己奋斗 这个是共产党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撩一个吗 要不要撩一个 所以说 我觉得 按照我的理解 我对中国的这个 比较有限的了解 那些在那抗议的人呢 他们应该不是一些 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 不是一些 一些北京市民 一些中产阶级 高产阶级 不是他们会说 中国共产党 你不要这样对我们的同胞 中国人哪有这种精神 不是说本来没有 是现在的 中国体制下的人 他们是没有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这种体制就是这样子 最好不要团结 其实 有某一种意义上 我是 听了很多人说 哎呀 现在的社会怎么那么自私啊 改革开放之后啊 怎么那么自私什么的 然后 不是那些毛嘴和那样说嘛 就是说好像过去的时候 中国也会不想帮忙 大家都一样穷什么的 其实 我老雷 我看了一些 70年代初 就是毛胖胖那个独裁者 还活着的时候 他还没挂了的时候 他还存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开始 因为国家不行了 所以毛胖胖就 不得不跟 死敌 跟美国 建立一些关系吗 所以说有一些外国人 就很莫名其妙的 到了北京 然后有一些那些外国人 会留下一些笔记 会写书 会说到自己的事儿 我看了一些书 然后里面也有那种 他们说 为什么 某一个什么谁 在街上摔倒了 然后所有这些 比如说自行车上的一些苹果 或者橙子 或者怎么样 就一些水果 或者是一些东西嘛 就从那个自行车掉下来了 然后为什么其他的中国人 从来不会去帮忙 不会扶着你 或者是 帮你捡那些东西 为什么 外观看着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中国人不会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一个 好像是个女的 好像是72年还是74年 反正就是 毛胖胖还有 还有几年就要挂了的时候 然后就问自己的那个阿姨 就是在家帮他打造卫生的那个中国阿姨 就问他说 为什么 然后那个阿姨不愿意说 就是他说 中国人不会跟你交流 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们不会跟你讨论这些事儿 他们貌似很害怕嘛 然后但是最后呢 他好像快要走了的时候 那个阿姨还是跟他说了 说 别人摔倒了 别人的那种不幸 你不要参与 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我就想 这个不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个不是有点那种 跟文化大革命是一模一样的吗 就是把毛胖胖建立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 我记得看了一些文章 是说 有关迫切这个事情 迫切大家都知道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会因为各种 会因为各种事情 要把你搞死或者是整理 对吧 什么所谓的反革命啊 或者什么 但是有一些事情 其实 跟毛胖胖 跟革命什么的 都没有没有半点关系 比如说 迫切 迫切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女的 可能出轨了 或者是怎样 或者别人说 你这个 你不是一个 一个好 好女孩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你迫切 然后那个时候 还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一个家里面 一个女的 比如说母亲嘛 然后就发现外面一些标语 开始说到她名字了 就说 迫切 就知道下场是什么 下场肯定是那些 那些红卫兵啊什么的 他们到他们的家 把她赶出去 把她拉到一个广场 然后就虐待她吧 然后那个时候 母亲就会跟孩子说 还是你们先把我赶出去了吧 包括丈夫 你们先把我赶出去了吧 你们参与那些红卫兵吧 跟他们一起吧 孩子 丈夫很不好理解 对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说那些孩子 帮自己的妈说话的话呢 如果丈夫帮自己的妻子说话的话呢 他们就 就就就就就 就会被 一起会被虐待 就是别人的不幸 你不能参与 你不能帮助其他人 这就是毛泡泡建立的中国 一个所谓站起来的 一个所谓团结起来的 其实就是每一个 为自己奋斗的一个社会 挺可怜的哈 然后中国人对外国人好 我总觉得好像 有的可能 是别有用心对吧 所谓的 哎呀我讨厌这个说法 别有用心 这一直觉得非常五毛 结果我自己开始用了 呵呵呵噁心 就是可能有目的吧 哎我是一个企业老板 我 不知道 讨好一些老外 搞一些 商业关系或者啥 谁不会那样做 谁都会吧 德国人也是美国人也是 大家都是 这个一点也不特殊啊 那些比较 那些比较 一般的那种 人跟人的那种关系 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比较热情 它其实是挺友好的一种 从文化来说 是挺友好的一种文化 挺挺包容 我们不是也说过这个吗 然后所以说他挺愿意 开玩笑啊 叫朋友啊聊聊天啊 在中国如果说我们在 相道打招呼的话 也不只会说你好 不像在德国对吧 德国说个你好就OK了 我们这个对话就over了 我认可你的存在 但我不想跟你聊天 因为我不热情对吧 哎我要看个手 我在这我的 这种手套 嗯 这样好一点 对 德国人他 打招呼可以 但是他不会跟你聊天 一般的话呢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那么热情 中国人到比较热情 而且也比较愿意开玩笑啊什么的 这不是说好像 德国完全不会 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会 但是我就说大部分吧 就是一种倾向嘛 他很愿意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点 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那么那么热情 当然我们可以说啊 啊儒家文化啊有彭子云放蓝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说法很多是那种 爱好汉选家或者是 Kissinger那种 半句中文也不懂的那种 只懂得 装逼的那种傻老爱 那种被中国共产党忽悠的那种 那种傻瓜 Kissinger什么 哎德国的那个叫啥 忘了 德国之声的那个 叫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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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那个人叫啥 哎反正有一个 或者是 或者是John Ross 哈哈 那个那个 微博上的那个John Ross 那个笨蛋 就是那些 愿意被忽悠的那些 或者是Rittenberg 或者是Edgar Snow 或者是 艾法能多的是 Rivi Ali 那种傻老外 啊 所有的一切 好像都跟 跟 36G 或者是孙子兵法 或者是孔孟 或者是孙子 就是跟中国古代文化有关 就好像 现在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在德国的话 都跟德国古代有关的 就好像中国人不是现代人吗 这都是一些非常 其实 有一种种族主义在里面 就觉得好像 哎呀 亚洲人嘛 思想好深啊 亚洲文化 好深啊 就好像你不会一样放屁吗 就好像你 你不会一样玩电脑游戏吗 就不会 泡妞啊 吃东西啊 喝酒啊 好像你 你就是因为你是个亚洲人 所以你必须很深奥嘛 屁 我们才不会那样衡量自己 什么 哎呀 因为 因为 古代某一个什么东西 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什么 Libelungen 之类的那种书 所以德国人怎么怎么怎么 哪有那种屁话 有彭治元发来 好吧 我们就说 他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他肯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那么友好 是因为中国人不怕老外 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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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 他来你们的村庄 他不会要你们的东西 一般的话 穷老外 到不了国外 对吧 他只能在自己国家里面混啊 如果说都都去了中国的话 那一定是最起码 他只计票都买得起 签证都办得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 养活自己的那种问题 可能也不是最成功的 但是最最起码不是最失败的 而且 老外 到中国 如果说大部分还是游客 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做生意的 他真的他要不了你的东西 他不会 他不会 说破些那种话 他不会 要你的房子 他不会抢拆 他不会好像认识你的 你的 村子某一个干部 或者什么 他不会把你说的话 说给其他人听 因为反正 大部分老外不懂中文 所以说中文 他只能把自己的那种热情 放在 放在老外身上 那不是很可怜吗 我放在热情 你们自己骨子里有的这种热情 在自己的同胞上不能用 你就浪费在 或者是我们不说浪费 我们说 你就花在一些外国人身上 我是挺喜欢你们这种热情 我会跳过去 我会跳过去 你会跳过去 我会跳过去 加油 OK 出心 太太说 我问她冷吗 她说这边不冷 那边 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可以走的地方吗 那边比较冷 所以说建议我在这儿走 那就是说我们还是对话了 我们还是笑了一下 德国人也不是全部都那么冷漠 但是大部分还是是 她也不会好像因为你是个中国人 所以说她觉得 哇 终于来了一个 我可以放心跟她聊天的一个人 没有 德国人才不怕自己的什么 尊长或者是某一个什么干部或者啥 德国人挺骄傲的呀 这个不是说好像 我觉得德国人很好 我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德国人有那么好的一个体制 不完善 但是相对来说真的是好的不得了 为什么 然后你们没有 我就觉得不公平 我就觉得 我希望我 我所喜欢的中国 它有那样的一个体制 凭什么没有 凭什么只有我们有 就好像只有我们有冰箱 你们没有冰箱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然后一些共产党 或者是一些五毛 或者是一些 John Ross 或者是一些 就那些傻瓜 啊 德国的那个叫 真是个白痴 写书 啊 Angst for China 什么的 就是 害怕中国 他的书名叫 害怕中国 然后全是给共产党拍马屁的那种 据说他半句中国也不会 在中国已经十多年啊 二十年啊 还是啥 在那开了一个那种工作室 好爽啊 然后认识好多官员 然后现在进到那个德国之中 在那继续给中国政府拍马屁 但是说到底 那个人的护照还是德国的 John Ross的护照还是英国的 所有那些 给中国拍马屁的 要么真的是受特殊待遇 比如说那个Rittenberg Rittenberg 还被毛胖胖 呃 关在监狱里面 好像两次 然后还是给毛胖胖写地 但是最后呢 Rittenberg 你猜他在哪里啊 现在 在美国呀 是啊 我提前知道那个Marbury 那个 打篮球的那个 他护照换了没有 还是他只是拿到了那种 长期就留证 如果说中国不行了 还是回到美国比较好哈 是不是 诶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 因为这个风有点大 不好意思啊 我在等我的新的那个摔像机 今天不紧胜利 是不是 谢谢 总之 如果 北京 抗议的 上街的 流行的那些人 是一些 非所谓 地段人口的一些人 是一些中产阶级 一些高产阶级的人 是一些 有北京户口的一些人 如果是他们的话呢 帮他们自己的同胞上街 发声 说话 抗议 我会觉得很好 我觉得中国 真的很有希望 但是我 我怀疑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甚至觉得肯定不是 到最后呢 尽管还是一个一个死在自己的自私 自私 还是 就像天津那个事 天津的大爆炸呀 那些房子没了 那些人吗 在那儿跪着 你有看到其他人帮他们手帮吗 一些工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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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命运呢 或者啥 但是大部分呢 不管呀 反正不是我呀 也不是说好像怪你 但是 共产党的那个体制就是这样子 什么时候习近平不行了 什么时候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啊 这个党里面的斗争很厉害对吧 他不行了 他 那个时候 所有那些 曾经给他拍马屁的那些 所有那些 说他好话的 所有那些 都会变脸 都会说 哎呀 我一直都知道 啊 这个党里面平不行啊 我看到 到时候 他的书还有没有卖啊 这是这么一个例 好嘞 哎呀 我们又回去了 我要继续修圈子 不好意思我这个镜头晃得厉害 而且风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 哎呀这边就是水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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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